鄭少秋和邵仲恒 陶大宇、郭靖雄 為吳啟明餐廳開幕展彩 本父子二年後難得再次重逢 孫軒早前下樓梯咬柴 他透露第一時間 控制新片拍檔古天樂 劉美君拍攝ViuTV 新劇好人好者 WhatMirror一群囝囝 驚喜探班和他慶生 令他感動落淚 歡迎收看15分鐘 我是劉萍、羅佩奇 韓國組合防彈少年團 在下年3月會在香港開場 他們亦說會打擊黃牛 所以所有滿票只會在網上發售 並且每次只限買四張 而他們亦在今個星期五 就會出席在香港舉行的 媽媽頒獎禮 我們ViuTV也會進行直播 記得留意 已經退出魚圈多年的吳啟明 有份投資的餐廳這天開幕 除了二十多年前跟他拍劇 飾演四兄弟的肖宗恒 陶大宇、郭靖雄現身支持之外 連爸爸鄭少秋都有餐廳 抽冠大讚啟明的廚藝 不過自己就不是很懂得煮食 他很聰明,除了自己做餐廳之外 原來他煮菜是有一手的 亦喜歡研究 既然有好東西吃,當然要來 亦難得這麼多機會再聚會 是,沒錯 很少見到啟明 是 親自下廚,下手下廚煮給你吃飯 又有這個機會嗎 不行,我不懂 胡芳和謝賢也有到場支持 看到日前他們約了曾剛吃飯 幾個小生玩得很開心 當然很開心,老闆說 老闆說吃飯,找Kent 這樣就好了 我立刻打電話給他 Kent說有飯吃嗎?當然來吧 有沒有爭取誰結帳 不是,原本我真的想聘請 不過他訂一個俱樂部 俱樂部是要會員才給的 同事,老闆說他住的是億元豪宅 坐的是幾百萬元的一輛車 當然是他聘請,是否這麼說 另外問到張柏芝 早前避傳秘密3B 四哥就不想再多作回應 沒見過他很久 是 別不問這些,好嗎 吳啟明已經擔出魚圈二十多年 現在就似乎暫時未有興趣再拍劇 其實我沒有說要拍劇 好 我要拍劇 不過我是想做一些廚藝上的事 我很喜歡玩這個藝術 所以我去嘗試學做廚師 那拍劇就別騷擾你了 那我就不要這樣說 其實我不太記得怎樣 因為太久沒做,可能會很生硬 其實也未必是好看的 不知道加上大宇幾位兄弟一起合作 啟明又肯不肯呢 生意人只是看錢而已 比我們在這裡拍,我們幾個拍 我們幾個拍,他過來打一口嘴 說一兩句,過過鏡他可能就覺得… 他一定會,我相信他也會 他現在走出來 跟幕前有什麼分別 只不過多了一個角色 就是他一個廚房佬 說到啟明的手勢 大宇和蕭忠恆都讚口不絕 吃得親身的 到時候很搞笑 綁了圍巾、藍了圍巾 我說請我吃飯 是廚神 對,你是老闆 為何你會這樣做 原來他親自進廚房自己煮 酸圈這天出席品牌活動 透露早前的一晚 邊下樓梯邊玩電話 令左腳踏空咬柴 真的聽見也覺得痛 因為我沒試過咬柴 看鐵打,自然反應 鐵打,然後看了兩次便飛了 拖了兩星期後回來 我的朋友跟我說 你一定要看看西意線 因為一定要照 照了,幸好沒有骨折 是 不然就要打成糕了 提到明年一月將要開拍新戲 酸圈也有馬上通知拍檔古天樂 我第一天咬完,敷完藥 我拍張照片給她看 因為大家今年也犯太歲了 對,我說 喂… 小心點 你這樣了,我又弄成這樣了 大家今年還沒過 麻煩大家小心點 會有一個警告,叫你小心點 她說你也幸運,你扭傷而已 我被人斬了一刀 對,做手術 希望大家平穩過今年吧 由全民造星一班囚囚組成的 藍團MIRROR 在比賽之後 都一直跟導師們保持緊密聯繫 最近劉美君在拍攝 由她親自監製的ViuTV劇集 好人好者 囚囚們也有特意去探班 還送了蛋糕和禮物慶祝媽媽生日 令Pudence忍不住哭 其實我有時會否敢問她 還是不敢太煩 我經常說,你何時有空 有空才來看媽媽班 她們都說很忙… 所以我就說,不要緊 忙就先不忙 我經常顧著她們 但我只可以… 我只可以跟她們訊息 我跟她們訊息 她們告訴我她們在做甚麼 我就靜愛在Instagram看到她們的近況 我又知道要做好媽媽 又裝作冷酷 又不會太強迫她們 好像很麻煩媽媽,說不會的 所以通常說,對,你盯望 不敢小心 聽到媽媽說怕煩惱她們 MIRROR馬上表示完全不會 也不會 其實完全不會 因為美君老師有私底下 問問我們最近怎樣 很多時候她會跟我們說 其實我不是很敢找你們 怕會煩惱或阻礙你 但其實完全不會 因為美君老師跟我們說 或她們關心 其實對我們也很有用 是一個支持和鼓勵 所以很歡迎她繼續這樣做 下星期就是MIRROR首歌演唱會 Prudence透露 早就已經留定期去支持 令她們也很緊張 坦白說,我們比賽的時候 容錯率比較大 但現在我們正式成為了一個藝人 如果在我們演唱會也會表現不好 我怕會令我們Prudence老師失望 所以那個緊張的感覺會更大 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好的表演給老師看 證明我們畢業了 JAM、鄧紫棋 日前在我們的頒獎禮 連奪多個獎項 不過令她最開心的 就是剛出院的公公也有來餐場 她還說要孫女帶她去吃東西 JAM就說 想不到阿公這麼能吃 她說阿公見到這麼厲害的孫女 當然是靈性開胃 第三屆澳門國際影展期頒獎典禮 這日舉行記招 評審包括陳海哥、張遠亭 澳洲導演Paul Carré 波斯尼亞導演Dennis Tannovich 印度女演員Telotamasham 齊齊出席 陳海哥分享當年首次 撿到電影的經驗 更加藉此鼓勵年輕導演 這段時間是很久以前 我非常興奮 知道終於《Yellowers》可以製作 因為她曾經被拒絕 說沒有人想看這種電影 但我只是努力說 說我必須要討論到你們 前面的設計 然後他們被驚訝 最後我看到 哭在他們眼睛 說我成功了 我們非常信心 我們想要做甚麼和如何做 我希望今天年輕人 會有同樣的感覺 我可以做甚麼 比陳凱格更好 而內地演員姚晨以焦點影人 身分現身紅地毯 已經是兩字之母的他 在新戲中飾演一位母親 為了演好這個角色 亦花了很多功夫 肯定我覺得 因為你在生活中 已經當過母親了 所以說你演這樣一個角色 你會更有感而發 但是這也只能借助 一部分的情感經驗 像這個人物 他還要面對一個 這麼極端的狀態 所以當時也參看了很多 類似題材的電影 然後去學習 這些題材裏頭 那些好的演員 他們面對這種情境設置下的 那些好的表演會是甚麼樣子 今晚周柏豪 蔡翠賢聯同衛英雄 衛斯瓦等演員出席新戲開鏡儀式 這部戲是兩人合演的電影續集 柏豪表示未看劇本 都覺得很吸引 李敏告訴我 這集我的性格是怎樣 變成成熟了 因為上一集比較大男孩 不定性的一個男生 所以這集其實是… 他跟我說 還沒看劇本之前 他跟我說 我會挽回自己的很多分數 我也拭目以待 而剛好這天就要拍他打拳的場面 可以趁機展示肌肉 這樣說 手臂,剛才 對,我知道今天這場戲要露手臂 我集中比手臂粗 有做到功課 另外,阿薩又透露 為了好姐妹忠欣彤結婚 一早已經向劇組請假 現在更天天留意阿嬌的減肥短片 我覺得… 我現在每天都會看她的影片 去上網上的 那些是我每天的精神食糧 因為實在太搞笑了 而且她的教練實在太棒了 很認真 2018年度色彩樂壇 流行榜頒獎典禮的投票進度 進行得如火如荼 截至12月11日早上11時 我最喜愛我的歌曲 15強的名單如下 包括有出道舞台MIRROR 就憑第一首派台歌入榜 以及大熱的古天樂火拍 鄭安琪的歌 以及今年你小的盧凱彤的歌 又入選 我們現在一齊先欣賞一下 Alan的歌曲 荒原的MV 我跟我們一起唱歌 Diamond 會不會由它們成功 和歌曲 做法 Kific Jino Piction Viva Jino Piction Viva Viva Piction V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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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